你知不知道女朋友現在多磅 這是大技來的 我又不會這樣中伯 放心 她都是半途而廢 江源居今天說跑的 明天就不會跑的 有男朋友就沒所謂 我要選肥 我要下去跑步 健康人生 她說 看看怎樣 先聽著 因為她經常半途而廢 已經問得一次 我會問她的臉是不是很肥 那她怎麼回答你 當然不是啦 怎麼會呢 是不是 怎麼會說她 說她 說她沒有亂說話 之後就 每天都說很肥 那你給什麼買點呢 當然有 聽習慣了 假裝得很開心 鼓勵她 她想做什麼 我都要支持她 這些不方便透露 我要減肥的時候 你帶我吃的那些什麼 放題啊 泡妃啊 有些吃很厲害 那我怎麼減肥啊 那是你自己要吃而已 你不帶我 經常沒東西啦 你經常跟她說 你磅一下 看看多少 然後如果她70的 那你就跟她說 80kg不善容 那個數字 只會一直這樣飆升上去 其實是不會回落的 其實 你會害她 她才可能會 有那個動力 她本來是想著可以害我 誰知道 她不斷帶我去吃東西 吃東西 和吃東西 那沒有辦法不肥 今晚又吃放題 信念和實際做了兩件事 那我自己家裡 我妹妹都會說 我想減肥 那吃飯 沒力了 吃那麼多 這些 自己開心好過一些就夠了 就是 覺得 有她 都不用見了 她想我安慰她 那吃東西先走 肥不肥 第二 做運動這些 有的 那你兩個月拍一次 沒意思的 沒有這麼大的成果 你要吃東西才有動力 減肥 不是的嗎 要長時間 這個是我叫全職 減肥 我全職 標準 完美 無敵 好好的減肥 OK 標準 你有沒有說 那些女生常常都是這樣的 可能說 我常常說減肥 那些女生會一起吃東西 會啊 會啊 呃 我沒有女生朋友的 對呀 我沒有女生朋友的 認真的呀 不會說笑 我不懂回答你 你有沒有跟她一起跑啊 當然有啦 跑去找她 我跨她的跑 所以你這樣找了一個 真的太瘦的人 我們穀肥了她好久 穀她不肥 她經常咬了整盆東西 吃兩口味 我清醒了 我肥了她沒有肥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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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